我国拟议从三方面促进人民心理健康 包括加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支持 改善职场上针对员工心理健康的措施 以及协调和提供优质的心理健康服务 心理健康跨部门工作小组将从今天起展开公共咨询 收集到的反馈将纳入全国心理健康策略中 卫生部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表联合文告 邀请公众就全国心理健康策略提出意见 当局也会同利益相关者举办30场小型的交流会 心理健康跨部门工作小组也就三大方面提出12项建议 包括让人民更方便获取心理健康的服务 如设立触点、统一社会服务和医疗服务业者之间的系统 在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 工作小组建议推广正面使用社交媒体 以及为家长提供网络安全知识的工具箱 在职场方面 小组则建议为面对心理问题的雇员提供就业援助 以及为员工制定工作与生活平衡措施